非中友好协会举办主题为《中风早期防治》及中医在中风防治中的应用的讲座 2024年2月18号下午20至50 非中友好协会联合中国江苏省南通大学 菲律宾亚洲对话中心 菲律宾社会发展协会总会 假作世纪公园酒店大宴会厅 共同举办主题为《中风早期防治》 及中医在中风防治中的应用的讲座 200多位主办和协办单位领导 非中医学界病患关心健康人士出席了讲座 活动获得圆满成功 讲座首先由卢布里科神父李奇 然后由非中友好协会理事长施比波指欢迎茨 他表示在菲律宾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 中风仍然是导致残疾和死亡的主要原因 当天的讲座是分享中风预防知识 以及最佳实践和创新方法的平台 希望能够激励人们加病努力抗击中风 使每个人都能过着不受着疾病威胁的美满生活 副理事长黄志鹏和各协办单位代表 分别介绍各会的创徽历史 亚洲灵修学院执行秘书阿尔维亚博士 菲律宾华文学习协会主任皮特洛三世 菲律宾社会发展协会总会会长巴尔贝罗 菲律宾雅典药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梁广涵博士脑血管病诊疗 尤其是脑脆中的全流程管理专家 来自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 神经病学教研室主任季秋红博士 菲律宾著名脑专科医师陈祖从博士 非中电视台台长施玉和等先后发言 来自中国江苏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的 季衍哲医师 汤顾医师 杨浩晨医师 范许成医师 全程用英语讲解并现场演示 他们为何就何为中风 中风的种类 如何识别中风 中风有哪些早期症状 不幸患上中风后 如何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 中风的后遗症 中风的预防等课题 做了详细的讲解 并一一回答了观众的提问 协办单位医师也现场示范了 用推拿来预防和治疗中风病患的方法 副理事长林莉莉博士和雷帕尔帕 共同担任司仪并主持问答环节 讲座会由非中电视台全程拍摄 该会出席领导由理事长施毕波 指导员彭玉华 副理事长王维德 陈祖从医学博士 陈世皇 黄志鹏 张志雄 林莉莉博士 秘书长王学义 总务主任吴南洋 外交主任陈绍勇等 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